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像别的频道 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体验一张手机SIM卡 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张中国电信推出的手机SIM卡 那这张SIM卡呢,叫做大湾区预付卡 它是支持3D漫游使用的 而且呢,支持一卡两号 那所谓的一卡两号呢,就是中国澳门地区的一个号码 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号码 那我记得之前呢,还有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分享过一期 也是中国电信推出的一张无线流量的卡 那张卡呢,叫做Easy卡 除了无线流量呢,它也是支持3D漫游使用的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那期视频 OK,那这张卡呢,我觉得它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首先呢,这张卡它是零月租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这张卡 你把它插到手机里面,只是用来接受验证码 而且没有其他消费的话 它是零费用的,没有任何费用 第二点就是,它的流量 数据流量是永久有效的 大家看一下,它这里写的不过期 不过期的数据包 那也就是说,你开通了这个流量包 只要你没有用完 它的流量就永久有效 直到你用完为止 第两点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上面呢,还有一些它的套餐 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你可以花28块钱 开通1GB的一个流量套餐 那注意了啊,我所说的这个费用 包括以下说的这些费用 它都指的是扑币 也就是澳门币 那至于扑币和其他币种的这个汇率换算的话 你自行去上网搜索 然后呢,花98块钱可以拥有6GB的流量 以及480分钟的本地通话 那本地通话指的是澳门本地的这个通话时间 那如果说你在其他地区使用来打电话的话 具体费用,我会把它们的这个详情链接放到本期影片下方 你回头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花188块钱 可以开通15GB的一个流量套餐 还有480分钟本地通话 288块钱可以开通40GB的流量套餐 还有480分钟的本地通话 这些呢,就是它的套餐了 还有就是这个卡你激活以后 可以有一次的机会 花10块钱 然后开通3GB的流量这个套餐 好了,那下来的话 我们来激活这张卡 来体验一下这张卡它的网速怎么样 以及它使用其他APP怎么样 那要说的就是同样这张卡呢 还有和我们之前那张卡一样 它的开卡是需要实名认证的 你需要使用你自己的身份证件来进行实名认证 好了,那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好,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张SIM卡激活 并且插到这个手机里面了 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 还有它使用其他APP以及流媒体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 我们使用Speed Test来进行测速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网络呢 是直接连接到澳门地区的网络 然后呢 我们点击测速 好,那它的延迟呢 大概是40毫秒左右 然后现在是正在测它的一个下行 下行也估计是10兆左右 这个和我们之前测试的那张 Easy卡它的速度差不多 那在这里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我在这里测速大概10兆 是因为可能我家这里 离电信的基站比较远 实际上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测速 最高呢 能够测到140多兆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个测速呢 仅供大家参考 我们就看这个速度 回头一会儿来使用其他APP 或者说流媒体它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然后一会儿我们去户外 再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来测速 看一下能够测到多少 好那测速的话就到这里 大家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再来体验一下 Google的一个搜索啊 大家看一下Google呢 打开也是速度非常快的 我们来试一下 OK Google搜索呢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OK 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测的这个速度 它看奈飞怎么样 那现在呢 我们来打开奈飞 好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打开了奈飞 我们呢 来随便找一个影片啊 看一下这个网速 看奈飞怎么样 好 随便打开一个吧 就看这个 没有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 可以直接打开 然后我们来会计试一下 快进也没有问题 大家看一下 还是非常流畅的 那这个速度的话 看奈飞还是可以的 好那现在呢 我们来打开油管 来测试一下 看油管的一个速度 我们呢 同样找一个高清的视频啊 我这里搜索一个4K 但是我的手机肯定是看不了4K的 只是用它来找一个高清视频 我们就随便点开一个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视频呢 它也是秒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辨率啊 默认的话是480P 我把音量调低一点 然后呢 我们选择 那我手机它可以最高选择 2160P 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看2160P 好 这个网速看2160P的话 有点卡 因为毕竟刚才测速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呢 来试一下1080P吧 看 其实2100也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已经正常播放了 只不过需要加载一会儿 那我们找个1080吧 好 108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观看这个油管的视频 没有任何问题 OK 那我们拖动一下 1080P你拖动的话 也是秒开的 没有任何问题 再点开一个试一下 好 秒开啊 然后默认是480 我们给它选择1080 1080也是直接可以播放的 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油管就给大家测试到这里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到其他地方来测试一下这个网速 这个跟速度有关系 可能我这里的基站不太好 那还有就是这个手机卡呢 它可以观看TikTok 我们打开TikTok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完全是可以打开TikTok的 没有问题啊 可以直接刷的 可以直接刷的 而且非常的流畅 好 那这个TikTok呢 就给大家体验到这里 那下来的话 我们去户外 给大家测个速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户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后面呢 天气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我在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 今天呢 阳光也很好 我都快忘了 我是来测试这个SIM卡的 一会儿测完了 我们可以去玩一下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打开这个Speed Test 我们通过这个Speed Test 来测试一下 在这个空框的地方 信号应该比较好啊 测一下它的网速 好 现在网络正在连接 已经连接上了 那我们直接来进行测速 OK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97.8 97.8兆的一个速度 基本上算是一个100兆的带宽了 这个速度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上行的话也是接近40兆 上行是38.4兆 这个说实话 比我家里的宽带的上行还要高 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 再试一下 OK 这个速度可以的 那说明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 信号比较好 然后的话 你测速的这个快慢 也跟你待的地方有关系 OK 也90多兆 完全没有问题 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刚才在家里才测了10兆 但是在这外面就可以测到90兆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来测 OK 那这个速度的话非常不错 那我们下来的话来测试一下流媒体 就打开油管 就打开油管来试一下吧 好 我就找一个4K的视频啊 我发现我这个手机它是可以看这个2160P的 好 那我们来打开这个 大家看视频是秒开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辨率 默认是480P 我们把它调到最高 给它调到2160 好 也是转一下圈 基本上就可以播放了 我们来快进一下 快进也是秒开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再快进一下 没有问题啊 说明你的网速快慢 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观看视频的这个画质 而且呢 你在不同的地方测的速度也不一样 好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这个户外测速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啊 你如果说你使用这个卡 你的网速怎么样 取决于你在哪里测速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